早晨,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大華計演香港研究部策略師楊允睿 和我譚海韻陪你一起開市 Kurtis,今早大使有甚麼焦點 今早大使暫時留意著A股的表現方面 昨天A股破底都明顯拖低了港股 外圍方面暫時這兩天沒有消息 大家都是觀望星期五核心PCE數據 提提大家,內地稍後9時15分會公佈貸款市場利率 市場預期會維持不變 我們稍後也會跟大家跟進 如果你也有投資上沒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DM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部HKETF 在聊天室內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再度上升,納指升穿萬五點 市場繼續衝勁,亂住局提早減息,債息回落 美股星期二高開後升勢持續 三大指數都是以緊貼全日的位收市 道指收市升251點,收報37557點,升0.7% 標指升27點,報4768點,升幅0.6% 納指升98點,收報15003點,升幅0.7%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升1.8% 歐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Tesla升2% Meta升超過1% Google和蘋果都是靠穩的 Amazon要跌 NVIDIA逆市回吐價跌回到500元以下 收報496.04美元 以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技科網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上 京東比港股高近百分之硬 美團和阿里以及為百度都比本港收市高近百分之二 匯控比本港收市高,折合是60.9% 蔚來上日上升百分之硬後,ADR再比本港收市高近百分之六 折合是68.78元,你想和小鵬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一起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情況 外圍方面,日經平均指數現在早段向上 升超過1% 升441點 最新達到33,661點 日本央行昨日公佈了議息結果 維持息率不變 稍後Kurtis也會跟我們詳細分析 看看亞太區其他市場 首爾綜合指數升幅有0.9% 升23點 最新是2,592點 昇零普通股指數升46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要跌 跌11點 最新是11,605點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暫時氣氛是良好的 升200點 恒指到16,7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和Kurtis談談美股市況 繼續可以用抗份形容 道指連升第九個交易日 連續第五天創出歷史新高收市 納指從上15點 去到去年1月以來的第一次 看看上日的數據 先看最新公佈的新屋動工 11月份的新屋動工 按月升1乘4至156萬間 市場原本預期是136萬間 即是最新的數據 就是遠好過市場預期 以及創出了6個月的最高 期內的營建許可 按月就要下跌2.5% 去到146萬間 略低過市場預期 最新的數據就看到 美國經濟未有顯著放緩 軟著陸的機會就進一步提升 美債息繼續回落 10年期債息逼近3.9厘 美匯指數最新亦是向下的 阿凱特斯現在在美股 就是繼續在高位置走 道指就磊創新高 你覺得美股的強勢是否可以延續 例如春年第一季的話 是否可以繼續看好呢 我想明年首第一季 尤其是1、2月的強勢會繼續 但是要小心點 到第一季中開始 有機會有些回調 因為現在市場主要是在炒減息預期 利率期貨 你看看反應的話 預期三月份就會掉頭減息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在這個時間減息 其實我們也還有些保留 因為大家市場估得這麼進取 但同時預期的經濟是可以軟著陸的 其實那個減息預期 和軟著陸預期就有少少矛盾 因為我們說星期五 我們的焦點就是核心PC 聯儲的通脹指標 冬至的時候會公佈 但其實你見現在預期按年還要升3.3% 雖然就說比10月份會進一步減速 但距離其實聯儲的目標2% 都還有些距離 聯儲其實沒有必要這麼快急於減息 你見即使聯儲局上一次意識之後 有些轉了口風 但之後你看到市場這麼亢奮 立即有些委員陸陸陸陸出來 暫時潑一些冷水 令市場冷靜 所以如果你說經濟沒有什麼大礙 不是出現很大的衰退風險的話 其實聯儲局就未必需要這麼急於 在第一季就開始減息 所以現在市場預期說 同時第一季3月份減息 加上經濟可以軟著陸的話 這個假設可能就有些少矛盾了 我們都繼續比較審慎一些 覺得可能到6月份才會第一次掉頭減息 之後明年就會減回3次合共0.75 所以你說美股現在正在炒 的確你看到尤其是對息口敏感的納指 除了道指強之外 納指其實之前都破了一個阻力位 大約1萬4千5左右 你看這樣破頂破上去的話 其實短期之內仍然都會有個 momentum可以繼續炒上去 但尤其是可能去到第一季季中 明年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減息預期就會有些少轉變 大家可能到時候再重新面對現實的話 都會影響美股的走勢 但短期而言你說 momentum繼續在這裡有個年尾聲浪的話 我想美股都繼續可以開一下聖誕派對先 好 我們談談日股 因為昨天日本央行公佈了 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1里的歷史低位 甚至國債的息率目標維持在0附近 符合市場預期 並且對明年加息時機繼續保持沉默 日本央行行長直田黃南說到 即使聯儲局在未來3至6個月開始減息周期 日本央行亦無需趕在美國減息前闖出加息的決定 聯儲局的任何決定都不會直接影響日本央行的決策 言論發表後日元顯著回吐 對美元跌百分之一 一度逼近是145 去到一個星期的低位 每百日元對港元亦跌穿5.4的水平 至於日股,日經指數就升了上兩個星期的高位 昨天收市就升超過百分之一 從上33000點 我們剛才報視的時候也看到 今早也是持續做好 見到日元近日的強勢 昨天在公佈議息結果就回軟了 日股就回升 Kartis,可否簡單說一下 你對日元和日股第一季走勢的看法 因為相信不少我們的觀眾 不少朋友今年都買了日股 春年可否繼續持續 日股主要是看日元的走勢 大家都很清楚日元也有利於日股 你看到這兩天意識前後也很明顯 日股在意識前也明顯有個回吐 見到意識結果出來之後 日元回落後 日股也很明顯有個反彈 我們覺得明年第一季時 日元繼續會在146左右的水平 但到年尾都會慢慢去到135的水平 都會走強 其實除了日本本身的因素之外 最大的因素都是美匯方面 我們覺得在107左右都已經見到頂了 都很明顯有利率轉向的情況 至於日本本身 我們都不預期它會太進取 很闖絕地說取消負利益進政策 甚至取消知識力控制 因為你看看第三季的GDP 其實日本就令到市場有點失望 第三季的GDP按季就要收縮0.5% 就比市場預期差 加上雖然行長說不會受聯儲局影響 但他也解釋只不過是不趕在聯儲局減息之前 他們就先結束負利率 但客觀來看 其實普遍以發展的市場都準備去掉頭減息 其實對於日本來說 尤其是剛才提到第三季的經濟 都是令到市場有點失望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很難去反方向做一個很急促 很急進去做一些收縮貨幣的政策 尤其是在年初的時候 日本都有一個傳統 可能大家都聽過 通常是3月中就會結束勞工談判 他們所謂的春鬥 其實去年春鬥的薪酬談判 的漲幅平均是3% 就是近30年以來最大的漲幅 可否繼續日本維持到通脹目標 其實都很取決於年初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資深談判的春鬥 所以我想日本央行可能都會等一等 看完春鬥的結果之後 才去拼取決定貨幣政策走向 所以你說第一季 日圓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動 但整體來說 春年全年在大環境的情況之下 日圓都會慢慢走強方 一方面美國現頂利率 反而日本就收縮貨幣政策 反而日股方面 可能要留意一下 在日圓轉強之下會有些壓力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今年買了日股的朋友 你會建議他們現在的策略應該怎樣做 我想日股的話 現在都可以考慮分批做些獲利 反而現在可能可以儲一下日圓 我們看看上日恆子的走勢 恆生指數 連跌第二天 早段一度失手十天線 成交跌到800億以下 恆子昨天低開77點後 最多跌221點 跌穿十天線 之後日本公布維持超寬鬆政策 港股跌幅收窄 最後收報16505點 跌124點 跌幅0.7% 國指收報5592點 跌41點 科指跌22點 收報3707點 大市全日成交765億 大市向下 北水連續第二天錄得淨流入 金額由上一天過百億 減到12億7千萬 仍然以買入ETF為主 盈富基金繼續最多北水淨流入 金額7億6千萬 南方恆生科技股ETF有1億8千萬 東方欣選有1億9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另外中海油持續有北水淨流入 昨天的金額有1億7千萬 發營景兼顛股價急跌的碧桂園服務 有1億5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一起看淨流出 美團由北水淨流入轉為淨流出 金額有3億6千萬 騰訊持續有北水淨流出 金額由不足1億增加到逾1千萬 我和Curtis聊天的大市情況 現在看到的就是昨天一度失手的十天線 美市能夠重上 也看到有些支持 科治昨天收市就跌穿了十天線 整體氣氛仍然疲弱 美團有傳聞說會有一些競爭對手會有大的行動 所以他就被帶手沽貨 拖累恆子 稍後我們會詳細談美團 我們先和Curtis聊天的大市情況 短線而言 在聖誕前後 其實還有幾天 不夠十天的時間 氣氛是否相信會繼續悶和下跌 我想悶是一定的 大家聖誕前可能都開始差不多收錄氣氛 我剛剛坐車過來都發現 快了很多 不用關門的 你說現在去來的聖誕假 只剩下幾天 我想恆子其實都是一個 1千點左右的框框 都繼續守著 沒有上沒有下 你說其實十天線大約是1萬6千4百多至500點左右的位置 都其實在1萬6點至1萬7點這個框框中線 其實指示作用就未必太大 你看之前試過1萬6點關口有支持 亦都試過1萬7點關口去試 都沒有什麼突破作用 不要說聖誕 可能年底前都未必會有一個突破 所以短線來說 可能會有些短線上落 我想大家都開始收錄 甚至做明年2024年的部署